米糕蒸熟后拿起配上酱汁 想起四亿许多民众都慕名前来排队 不过卫生局在九月份启动鸡茶专案 这间在高雄的知名米糕店 因为辣椒酱本甲酸超标违反食安法 而另外一间网红热门食堂 也因为有预期食品也违反食安法 被采取新台币六万元 我们来听一下卫生局的说明 储存预期食品 依违反食安法第十五条第一项 及第四四条的规定 处新台币六万元的发还 好的 卫生局是前来击茶 总共有十六家业者 其中有八家业者是改善后接复茶合格 而这两间由这个必比登推荐的美食餐厅 米糕店的辣椒酱也已经一请卫生局处办 而另一间食堂则采取六万元发还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